记者林小云张化报道,教育部长叶俊荣已宣布,回应社会期待,12年国教新科纲如期如至在明年新学年上路。 今天全国教育局长会议在张化举办,台北市教育局长曾灿金在会中放炮,抨击12年国教的教科书及旧章, 竟然在一年内要搞定,不符合教育专业的做法,但他也认为明年应该要如期上路。 台北市教育局长曾灿金抨击,12年国教的教科书竞技旧章在一年内要搞定,教育研发很重要, 新科纲出炉之后,专业做法应该是要经过市交,在修正等阶段,呼吁新科纲要早点定案, 让教科书商尽早编印,教育部也应有相对应的评鉴和奖励机制。 曾灿金也提问,12年国教强调的素养导向、评量、考试,要如何考?高中及大学端要如何考? 建议新科纲的试题题库应尽早建立,并提早依两年释放立题,让家长及教育现场作应应改变, 国教署长邱钱国回应表示,素养导向的评量,这个非常需要赶快来做, 至于教科书品质提升部分,已有朝奖励出晚舍的方向规划。